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批准紧急使用辉瑞新冠疫苗 特朗普只最快24小时内提供接种 美国纽约黑人的命也 是命示威运动发生了汽车冲撞人群事件 6个人受伤 白人女司机被捕 媒体前天报道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计划在雪中安邦淡江高峰塔公寓 倒塌的废墟要建造纪念碑 纪念27年前的公寓倒塌悲剧 不过房地部长祖莱达澄清 其实政府只是要美化废墟和附近一带 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加安心 祖莱达发文告表示 当年这场悲剧夺走了48人的性命 剩余的两座公寓也成了微楼 空置了20多年 让附近一带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当中 因此政府打算美化当地住住新的气息 贫富居民的心 同时悼念罹难者 提醒民众不要忘记这场我国史上 也是东南亚死伤最严重的民宅大楼倒塌事件 1981年建成的高峰塔 原本地基就不稳固的A座大楼 历经两个星期暴雨冲刷之后 在1993年12月11号下午一点多坍塌 造成了48人死亡 基于征地和追查建筑物所有者的问题 原定在去年的拆除计划一再展延 因此空置的B座和C座 至今还耸立在原地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各行各业 国家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曾经担任财政部长的行动党秘书长兼八眼区国会议员 林冠英就建议 政府应当在2021年财政预算当中再注资450亿令吉 推行另一轮的经济振兴配套 以保人民的谋生饭碗还有企业 林冠英发文告透露 当今政府有必要增加这笔拨款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来源 以减缓裁员失业和企业倒闭的步伐 他说这450亿令吉经济振兴配套主要涵盖五大要点 包括提高现有每个月200到300令吉社会福利局援助金 到每个月1000令吉 把9月30号结束的暂缓偿还计划 再延长六个月帮助了800万名个人和企业 而未来两年通过大马就业计划 每个月分别为员工和雇主提供500及300令吉奖业 以鼓励他们聘请本地老公 拨款41令吉加强数字化教育 填购笔记型电脑 让家境清寒的孩子也能够跟得上网课的进度 以及拨款100亿给全新和现有的企业 尤其协助近乎零收入的旅游业者 撑过疫情寒冬 看国际消息 随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聘请专家 外聘的专家是认同辉瑞智药厂 还有德国伙伴BioNTech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管理局如今是亮绿灯批准紧急使用疫苗 尽管当局透露最快下个星期才让民众开始接种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声称 第一剂的疫苗注射会在24小时内完成 特朗普通过推特发表视频讲话 表示疫苗已经开始运往各州 各州的州长将决定哪些人可以最先接种疫苗 另一方面BioNTech首席执行员沙欣也指出 审核疫苗的过程干净透明 而且振奋人心 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疫苗 为其他的国家树立良好的典范 希望各国能够尽快的通过疫苗 辉日公司则强调他们以往送货到第三国家 甚至到南极都有很丰富的经验 因此非常有信心能够安全和顺利的派发疫苗 美国纽约黑人的命野 事命示威运动发生了汽车冲撞人群事件 好几十名示威者在曼哈顿街头游行示威期间 一辆宝马轿车突然撞向示威的群众 导致六个人受伤 警方随即逮捕赵获的白人女司机 而当局还在调查 她究竟是故意冲撞人群还是纯属意外 大约五十名纽约民众星期五下午四点 在曼哈顿街头举行黑人的命野示威运动 同时声援被关押在新泽西扣留营 正在绝食抗疫的移民 不料却发生汽车冲撞示威群众事件 目击者指出当时的示威相当和平 但是当示威队伍跨越交叉路口时 一辆黑色宝马轿车突然快速冲向人群 现场尖叫声四起 多名示威者和脚踏车起事都被撞飞 一些人惊魂未定 贪坐在地上 事发之后 召获女司机并没有逃离现场 警方随即逮捕她 期间不少示威者情绪激动 不断谴责司机 有目击者指出 开着召获宝马轿车的是两名白人女性 纽约警方表示至少有六人不幸被撞倒 已经送院治疗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 暂时不清楚这只是异常意外 还是有预谋的撞人事件 下来关心香港局势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港版国安法下被加控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今天上午十一点半被押往西九龙法院受审 被铐上手铐 腰部缠着铁链的黎智英 今天早上八点从荔枝角扣留所坐球车押往法院 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惠德来主审 不少民主派议员和民主抗争前线示威者 还有黎智英的家人都到法院外声援 不过也有建制派的支持者不断高喊 要黎智英重判入狱 现场戒备相当森严 除了安排了十多名的警员驻守在法庭 并且封锁了其中一条车道之外 所有进入法庭旁听的人员 包括了公众 记者和律师都需要经过安检 黎智英是第一名被控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的人 国安公署可能会押送他到中国受审 与此同时香港再有民主派领袖逃离东方之珠 海外民主派组成的避风疫组织证实 青年新政前召集人梁颂恒已经前往美国寻求庇护 梁颂恒也在脸书宣布和香港的家人及亲友断绝一切关系 梁颂恒昨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和家人断绝关系 同时辞去青年新政的一切职务 从此以后他的一切言行都和家人亲友没有任何关系 避风疫昨晚也发声明指出梁颂恒因为自己的政治见解 而被不当的尺夺议员资格和选举权利 后来还破产入狱 香港政府还援引了国安法不断的派警员跟踪和骚扰 因此梁颂恒决定在上个月30号离开了香港 隔天抵达了美国华盛顿 根据路透社报道 梁颂恒计划会见美国后任总统拜登 希望美国能够加大力度施压中国 保障香港的民主自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登团队出现了第一张华裔面孔 戴琪正式地获得了提名担任美国首席贸易顾问 阿根廷国会下月星期五表决通过了堕胎合法化法案 被形容为向保障妇女权益迈出了重大一步 如果上议院接下来也闯关成功 到了年底堕胎法将正式出台 未来怀孕未满十四个星期的阿根廷女性 都可以自主决定合法堕胎 阿根廷下议院经过将近二十个小时的马拉松机变后 星期五以一百三十一票赞同 一百一十七票反对 六票弃权表决通过堕胎合法化法案 支持堕胎法的民众在国会大厦前 挥护着绿色手帕欢呼庆祝 而穿着蓝色围巾的反对堕胎示威者 则满脸失望 不过新法案将在接下来的二十九号 交由上议院审议 预料上议院的辩论会更加激烈 合法化堕胎法案是由左翼总统 贝尔南德斯立主推出 这项法案允许女性在怀孕十四周内 自主决定是否终止妊娠 在这问题上 阿根廷民众意见存在巨大分歧 在现行法律下阿根廷只允许阴间成孕或对母体生命造成威胁时堕胎 竟然导致许多孕妇只好寻求黑市堕胎 根据卫生数据统计 阿根廷国内每年有37万到52万次秘密堕胎 而自1983年至今至少3000人因为非法堕胎惨死 不久前阿根廷一名11岁女孩因遭强奸而怀孕 却不被允许堕胎 事件引发轩然大波 让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将堕胎合法化 一旦堕胎法在上议院获得通过 阿根廷将紧随古巴乌拉圭和圭亚纳 成为少数允许合法堕胎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陆续公布内阁提名名单 人选涵盖了各族群 除了有黑人代表 还有第一位入阁的华裔 也就是民主党中医院首席贸易顾问戴琪 获得提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Our memory that came to mind was from several years later when a colleague and I from USTR went to Geneva to present a case suing China befor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e sat down at the table she whose parents had emigrated from South India and I whose parents had come from Taiwan and my heart swelled with pride as we raised our placard and stated that we were there to present the case 戴琪星期五在记者会表示 美国给予了她和家人希望和机会 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 她一定会尽力为美国服务 只要参议院通过了任命 戴琪就会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华裔贸易代表 另外拜登也提名了民主党众议员福吉 担任房屋及城市发展部长 也是史上第二位担任这个职位的黑人女性 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星期五驳回了德克萨斯州 寻求大选翻盘拜登胜选的诉讼申请 总统特朗普和保守派再遇挫败 美国最高法院以诉讼申请缺乏根据为由 拒绝审理德州提出的一项诉讼 也就是要求最高法院认定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 乔治亚和威斯康辛州等四个州的 非法选举结果应该被判定为违宪 媒体形容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 清楚地表明特朗普再也没有机会 在法庭上推翻选举结果 不过特朗普阵营还没有放弃希望 其他的一些零星诉讼还在进行当中 英国脱欧过渡期十二月三十一号即将结束 英国和欧盟试图在这段期间谈成新的贸易协议 但是双方的立场分歧巨大 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表示 英国很大可能在没有贸易协议之下脱欧 但是他认为这并非全然是坏事 他呼吁英国民众和商界做好准备 约翰逊表示 英国和欧盟目前还在协商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英国可能会采用澳洲和欧盟的方式 来跟欧盟进行贸易 也就是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进行交易 届时英国的社会和生活将会出现显著的改变 英国从欧盟买进或销往欧盟的货品都将变贵 而欧盟会对英国货品征收关税 平均来说非农产品的税率大约是2.8% 汽车则为10% 这将使得部分产业面临压力 而同样的英国也会对欧盟产品征税 欧盟货也将变贵 直照到期台湾中天新闻台 五月十二点正式从有线电视五十二台下架 大股东和所有员工镜头前向观众道别 稍后带你来 欢迎回来 台湾中天新闻台从十二月十二号凌晨零点 正式的从有线电视下架 在最后一页倒数前 中天集团大股东蔡衍明抵达了现场 和中天的主播们并肩而坐 表情凝重的看着中天新闻五十二台的最后告别节目 而之后蔡衍明在四百七十五名员工 在歌声中告别中天 员工各个表情哀伤 哭红了眼睛 心里有百般的不舍 中天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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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支持我们中天的每一位 可能我们现在转到新媒体 有一些地方 蔡衍明指出民调一半以上都不支持关掉中天 但是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七位委员 却是一致通过 蔡衍明强调中天新闻台的经营理念就是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而媒体第四权是监督 中天新闻台被关的原因就是中天真正的做到了第四权 而最后蔡衍明表示 虽然中天五十二台结束了 但是会转到网络媒体 希望观众继续支持中天新闻 墨西哥考古学家近来在墨西哥市阿兹特克古文明的遗址 再发现了一百一十九个以塔状方式来摆放的人类头骨和骨骸 这也是他们继2015年8月之后 在这遗址范围内的最新发现 进一步揭开了阿兹特克文化的神秘面纱 考古学家透露早在十四到十六世纪 阿兹特克人圣行活体祭祀的祭祀的仪式 祭祀会在一座神庙活生生地取出男性战俘的心脏 再把他的头颅切割下来 把皮肉都弄走之后 再将头盖骨堆砌成高塔 祭祀太阳神和战神 然而由于近来出土的骷髅塔 不只有男性的头盖骨 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的头颅 因此对整个团队研究阿兹特克民族的祭祀文化 有着重大突破 因为照理来说 女性和儿童根本不会参战 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今 考古团队在这里陆续发现了超过六百个 人类头骨和骨骸 满满记载的都是一个民族的血泪文化 大雨遇上了零下摄氏度的低温天气 导致路面遇水就迅速的结冰 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多条道路 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溜冰场 闭路电视摄像镜头拍摄到天寒地动之下 基辅的民众是开始了苦中作乐 在湿滑的地面溜起了冰篮 一不小心就脚下一滑摔个四脚朝天 有汽车在到路上开着开着 就突然打滑十分惊险 而相比起有人非常乐观 是干脆的滑着雪橇去上班 狗狗却对结冰的路面非常的警惕 小心翼翼的迟迟迈不开脚步 乌克兰紧急服务局就警告 热烈天气已经导致170个城市 没有电源供应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 范蒂冈圣彼得广场 星期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树点灯仪式 由于疫情没有减缓的迹象 上百名的游客是禁止踏入广场 只能够在广场的外围来见证这闪耀的时刻 新闻最后一起去看看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杜文杰 祝您平安 我们再会